拿掉卵巢 惡性腫瘤 麻醉醒來 立刻更年期 我在2019年 那時候確診 胃癌 最終的時候就發現 一側卵巢腫大 主治醫師就建議說 你要趕快去開刀 後來化驗是惡性 叫做酷肯伯 兩個卵巢跟子宮一併拿掉 麻醉醒來 我就開始 倒汗 燒熱 失眠 我說 醫生我有這樣的情況 是更年期現象嗎 醫生說 是 嗨 跟你修後 我 講 舌 常 誠